一定是跟编号的位置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在那个index里面 可以配合一个函数叫match 那match的话呢 直接可以用找的 找到哪个范围里面 那个编号的位置 它会回传告诉你是哪一个位置 第几列的位置 所以match的话呢 通常会跟index做搭配 然后呢通常是 把它放在那个row 哪一列的那个 那个那个引数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没有用到 或者你可以试试看 用找的也可以找得到 哪个编号的位置 它会返还一个结果给你 那接下来的话offset 那offset顾名思义 offset基本上就是 偏移的意思 那偏移的话意思是说 在那个excel里面呢 我要移动几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 它虽然会跳出 总共会有五个引数给我们 但实际上呢 下面这两个 什么高跟宽 基本上可以空下 因为偏移跟宽 我基本上没有用到这两个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可以先略过 那主要是说呢 会有三个引数 我们需要注意的 意思就是说 offset的意思说 reference第一个 指的是你要从哪一 有点像 他要往下往上 往左往右去走动 有点像 那他第一个问题说 请问你要以哪一个储存格 当成基准 OK 那那个基准的话 第二个Rose意思说 那你要向下或向上几列 Colins是你要向左或向右几列 当然我前面好像讲过 Rose如果往下是正的 往上是负的 所以他可以正也可以负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反正如果以后 以后你遇到那个找资料的情况 刚好是往左往右的话 其实用offset也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方式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 基本上offset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往左往右 假设姓名的话 插入函数 那我用参照里面的offset offset函数里面的话 reference 就是以哪一个当基准会最好 其实喔 今天每一个都可以啦 可是不见得每一个都好 像我的想法是这样 最好是怎么样 如果以这个A2开始 有没有 那列的话呢 刚好就是跟编号一致 有没有 向下一列 有没有 向下两列 向下三列 刚好 所以呢我这边 我是以这个A2当基准 也就是以它当出发点 Rose的话呢就是要走几步 所以我刚好用编号这个004给它 那刚好它是一个文字啊 不过我刚刚讲过 Excel如果你给它文字 它带过来是数字 它自动会帮你转成一个数字 所以004在这里会变成4 意思就是怎么样呢 它会向下 从这个出发 向下一二三四列 好 向下四列咯 那再来的话 它要向右几栏 向右 因为现在没办法向左了 所以只能向右 那向右的话 我要向右一栏 意思就是说 它是这样的 以这个出发 然后1234走到这里了 然后再向右一 所以它好像有点是 在那个工作表里面移动的意思 那移动到这个位置 它就帮你把这个什么 抓到姓名的位置 OK 所以带过来的话 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会帮你把张宏才给带过来了 OK 我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我要往下的话 其实只要改什么 改这个是往右一个 那是要往右两个 往右三个 所以这个数字 只要变成1234 其实可以 所以你怎么样可以把它变1234呢 前面有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肉函数嘛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那个肉 肉怎么样呢 抓到现在位置是4 所以你可以把4怎么样 4减掉多少呢 减掉3 打勾之后的话 就向下填满 那就1234 所以你可以把肉减3 这个公式呢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 贴上之后 打勾 向下填 不过向下记得 一定要把什么呢 H3锁起来 因为这个查询的编号固定 A2也要锁起来 因为如果你 没有把它锁起来 它等一下变A3 它位置就跑了 跑了之后 抓的位置就不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打勾之后 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 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抓 所以有点 Offset 其实 某些时候 好像还蛮直觉的 如果你刚好你要的资料 刚好就在你要抓的资料的左边或右边或上下 那其实 好像Offset的来抓 相对于index或Vlook 有时候反而更简单 那只是说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 老师 你就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用A2当基准 我要用其他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你的那个 Raw跟Column的规则 可能你就要自己再改写了 OK 你也可以试试看 不一定要照我的 你可能 你想说 老师我用这个可不可以 A3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问题 你的Raw的规则 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你就要变 因为它是 有点像移动的 这个函数我觉得还蛮 蛮有趣的 它刚好就是 走几步 走几步 OK 就抓到你要的东西了 你的东西刚好在某个位置 你就用算的也可以 好 那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Offset这个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在VBA里面也有一个Offset的 一个方法 它一样可以移动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在 Excel工作表里面移动几个位置 几列几篮的话 都会有Offset的这个 这个概念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Offset 那后面当然还有个 Interact Interact 我刚刚也有提到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 用到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 只是它有一点 不是那么好用 而且蛮容易做错的 它实际上的意思 就有点像什么 指定某个范围 你帮我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抓到另外一个范围去 把那边的资料抓过来 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对了 当然它理论上只会抓 一个 那个范围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 或者是如果你要整个范围的话 可能你就要用那个 所谓的正列的方法 整个全部抓过来 Interact 它可以抓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也可以抓一整个范围的资料 到另外一个地方 只是要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 针对这个Interact的函数 做练习 那因为 刚刚我提到主要是 像同学问到是说 它需要的是两个下拉清单 比如说它动了 第一个下拉清单之后 后面的第二 它有第二层 可能它有第三层 它有第一个下拉清单 三栋之后 它会自动带出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再来就带出第三个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所谓的动态的下拉清单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只能做一个 但是如果你要做很多个 有没有 一栏两栏三栏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用下拉清单 搭配Interact函数 才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等一下再来看 那个Interact函数 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Index offset Indirect 先试做看看 这些题目的话 主要是先让大家熟悉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 更艰深的那个题目 都是利用这些把结果给做出来 等一下后面会讲 这个感觉比较像 在Excel处理资料库里面 以前用资料库处理的事情 那现在是用Excel里面的 这个 检视我觉得感觉有点像 你可以称它叫资料库函数吧 它有点像把Excel拿来当 资料库来使用 这种感觉 对 所以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 再来看 那个 蛮重要的 那个Indirect函数 可以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好吗